有一群澳洲遊客到印尼蘇門達蠟西部島嶼遊玩慶生 上週日搭船到另外一個小島時遭遇了暴風雨 船隻翻覆 船上有7個人包括了4名澳洲客 還有3名印尼船員全數落海 當中有6個人緊抓著衝浪板 漂流38小時之後獲救 不過還有1名印尼船員失蹤 放聲大喊在海上漂流38小時 終於看到救兵 高興到快哭出來 只是這場在印尼外海的搜救行動 還沒有圓滿落幕 人數算一算 不但4名落海的澳洲衝浪客 還有1人不見身影 帶他們出海的3名印尼籍船員 也還有1人失蹤 一群澳洲客到印尼蘇門達蠟島 以西的尼亞斯島遊玩 13號週日分兩艘船 前往北邊的冰島 但其中一艘在海上暴風雨中翻覆 船上7人落海 另一艘船抵達目的地之後 通報相關單位展開搜救 我們有所有人 有所有人 幾個人在將近兩天的時間內 緊抓著衝浪板在海上漂流 其中一度落單的艾略特 原來是去找救兵 與同伴失散 幸好後來被兩名漁民救上岸 和好友到印尼慶生 經歷海上漂流 遠在澳洲的家人 鬆了一口氣 這次靠著多艘私人船隻和飛機 加快搜救速度 不過印尼和澳洲搜救單位 持續找尋剩下一名失蹤的印尼船員 期盼早點讓他的親友等到好消息 張力德編譯